大家好,我是韻龍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有關脊椎力學方面的一些觀念 那在講這個觀念之前 為什麼要講這個內容呢? 是這樣 因為現代的社會 由於我們這幾年來呢 太依賴止痛藥了 太依賴醫療了 所以舉報我們頭痛、牙痛、肩背痠痛 我們通常只要看個醫生 他給你消炎止痛肌肉鬆脂劑 或者像我們感冒吃個止痛藥 我們就會覺得很舒服 所以因此腰痠背痛的人 已經習慣把注意力放在如何 讓我們的症狀快速的解除 因此只要是你不舒服 我們就會做什麼治療呢? 拔罐、刮、紙壓、按摩、紅外線、電療、打針、吃藥 貼藥、刀療、火療、風療、熱膚、泡溫泉 你都會覺得比較舒服 而什麼樣的診所跟治療的單位 最受大家的歡迎 就是我們能夠快速解決問題的單位 大家會覺得這個叫有效 包括小孩子感冒 你會發現這一家看了好 吃了好幾天藥不會好 然後哪一家吃了藥 30天內他就好了 就這個醫生是好醫生 事實上那醫生的用藥都非常的重 因為我們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症狀跟疼痛上 因此我們希望我們的症狀跟疼痛消除了 這是我們的目的跟期待 但是問個一個問題 當你症狀跟疼痛消除了之後 你真的變健康了嗎? 其實可能不見得是健康的 因為所有的醫生 客人的治療單位 都把注意力放在症狀跟疼痛的本身 都忽略了問題的成因 那為什麼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症狀跟疼痛的本身呢? 因為病人是因為症狀跟疼痛來這裡的 一個沒有病痛的人是不會來醫院的 不會做治療的 所以所有的人都把注意力放在症狀上 那誰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健康上? 當然是沒有 因此現在腰痠背痛 有很多很多人覺得很困擾 有些治療總是比較好 過一陣子總是出現的 那我要跟各位分享我自己認知的一個概念 我們人呢 身在這個社會上 這個世界上 總是有一些功課要進行 這個功課當你學會了之後 你就不用再修這個功課了 尤其是關於我們身體的功課 所以我今天才要錄製 跟脊椎力學有關的內容 那這樣的內容呢 其實是一般人士都應該 就算沒有醫學背景 都應該知道的脊椎力學內容 因為當醫生跟你解釋你的脊椎病情的時候 你會非常的有自信 原來他是哪裡發生的問題 你也可以知道 醫生們都把注意力放在症狀跟疼痛的本身 這沒有不對 這是對的 可是我們民眾自己 要把注意力放在我們的功能有什麼樣的改變 我們應該怎麼樣把注意力放在症狀 放在健康上 然後如何是去促進自己的健康 OK 那接下來的內容 尤其是推拿師、方療師、整體師 運動力學專家、瑜伽老師 體制人專家都非常需要知道 尤其一般民眾 也是你應該要說的功課 好的 這是我們的脊椎骨 我坐著的樣子 就會現在這個樣子 你可以看到 下面是有骨盆 骨盆接著我們的大腿骨 然後骨盆是承載的上半身的重量 把重量分散在兩隻腳的一個窄重的單位 結果上面是脊椎骨 那麼這個脊椎骨 你可以看到下面比較粗的 這個骨頭是比較粗 越上面是越細的 為什麼呢? 因為越下面的窄重 承載重量是越大的 而你如果從側面看起來 脊椎骨有一個身體曲線 當我們人側面 這是前面 這是後面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的頸椎有一個挖 曲有一個弧度 這叫頸彎 胸椎有一個弧度 然後腰椎有一個 往內凹 腱椎有一個弧度 所以人的脊椎骨其實是充滿了曲線 有一個S曲曲線 下面又有一個S曲曲線 這個曲線呢 就變成了我們人體在走路跑跳的時候 它能夠自閉症跟震盪的這個作用 那這個曲線有一個很大的意義 它可以讓我們人類有很大的活動程度 因此一根脊椎骨有幾個最重要的功能 第一個功能 它要提供我們人們在活動的時候 能夠自由地做出最大的活動角度 第二個 我們在搬東西或承受自己重量的時候 它要能夠承受載重 就是重量的成載 第三個 它是一個保護集水的框架 那麼前兩個功能 其實看起來很自然 但事實上它是非常抵觸的 就是說我越要活動 那我是要需求它的穩定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要做到很大的活動的能力 那我的穩定性 該怎麼樣製造出來呢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講脊椎力學的一些觀念 而這個觀念當你了解了之後 你就知道 為什麼醫生會告訴你這個叫追盤突出 為什麼這個叫做 腰椎小關節壓迫 為什麼這個叫退化 為什麼這個叫長骨刺 其實是怎麼來的 因為當你了解這個原理之後 你就可以了解 原來我們的腰痠背痛並不是病 它其實只是一種人體力學的功能失常 所以快速的止痛並不是最好的對策 真正最好的對策是 在我們做症狀處理的同時 也要加強自己的功能 有一個壓力學的苦心 因為我們做症狀在裡面 然後我們來看看 但是我們要做症狀 我們要做症狀 真的變在裡 與我們來到了